新疆暴动使得台湾选美嘉丽也饱受惊魂 当时在乌鲁木齐参加国际比基尼小姐选拔的台湾嘉丽 那个时候一度失联 台湾的亲友急得不得了 不过还好今天她已经向亲友报平安了 有多去年台湾比基尼小姐冠军 选美嘉丽陈尼亚出国比赛 却碰上新疆暴动 一度失联长达一个星期 见人还安全吗 还安全我听到你们声音也很好 就是被在那边困了一个礼拜多 什么都不能做也无法对外界联络 平安离开新疆 但是回忆起惊心动魄的暴动 陈尼亚还是心有余悸 外面看起来是蛮恐怖 气氛蛮紧张 因为警察真的很多 每天都是有警察车跟救护证 然后路上的人都会自己在包紧保护自己 家里他们会很害怕很担心 然后我们都有公安跟着我们 暴动之后 陈尼亚跟其他六十多国家里 并在饭店几乎与世隔绝 所有参赛家里原本预定 七月五号到乌鲁木齐报道 参加第一届国际美丽小姐选拔 没想到却落荒而逃 现在可能前往大连 参加八月初登场的国际全球皇后大赛 台湾家里陈尼亚 也预计在八月三号回台湾 结束这场选美惊魂季 中日新闻 李烈芳高兴风 台湾报道 中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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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生